师傅好 请讲 嗯 师傅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那个学习的念头还是很重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怎么改啊 跟我少睡觉 听不懂啊 听不懂 真是想想看了 脏不脏啊 那种地方脏不脏啊 脏不脏 拉死拉尿脏不脏啊 脏不脏 你天天闻啊 跟我闻啊 你去闻脏的地方好了 你看见我狗不拉 在马路上走 你去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那种脏的地方 你去看啊 知道了 你还可以追求这种东西啊 没有 但是 但是有时候眼睛还是会乱看 乱看 乱看不起念头 还好一点 乱看了起念头了 那就糟糕了 那就要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乱看还起不起念头了 不起 不起念头吗 好一点了 那也不要去看 有什么好看了 看男人有什么好看了 不跟你一样 两个鼻子一个眼睛啊 知道了 我许了一万遍的礼佛 他参回文 你才能参回这个事情 肮脏 肮脏 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啊 人家现代人叫脸要不要 学破人说 你有没有境界啊 你有没有放下 你为什么人 人行在人道 为什么要去做 去行畜生的事情啊 这还不懂啊 知道了 真的 你去看好了 你要去看人家裸体 你去 你去看好 猪好了 全部不穿衣服的 羊啊 猪啊 牛啊 狗啊 全部穿衣服的 去看呀 对不起师父 没出息的 你要跟师父 学这个人要坚强 有先行念头的时候 给我站起来 不要躺在床上 马上念头就没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知道了 贪睡的女人 贪睡的男人 都有会犯邪淫的 听不懂啊 知道了 真的没出息 还好啦 你们是要求高 自己的 我告诉你们的 手要管住 手不能乱放 听不懂 听不懂吗 身体上很多部位 不要去接触他 离开他 这个肉体是很脏的 明白吗 明白了 真的不懂啊 对不起 我错了 错了错了 丢人吗 你知道吗 丢人的 你要是经常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知道吗 他会拍下来的 什么拍你知道吗 到地府的时候 因为在你的意识当中残存 然后到了下面 严万老爷一说 你邪淫太重 把你剁为畜生道 你说严万老爷我没有啊 严万老爷就把这个东西 啪手一弄 在墙上就显示出来了 你自己看来都丢脸了 然后接下来没话讲了 他就来 进入猪身 那么猪的身体了 好了 你是昏昏冬冬的 接下来就 就开始讲话 就这种声音了 想不想做猪啊 想不想做畜生啊 我想更多事 好了 畜生才会血淫 畜生是 看见畜生就要冲上去的 你是人 你是学佛人 你要成菩萨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上得嘞 臭要死了 真的 你去看看哪个卫生间不臭的 还要去追求这种臭的地方啊 丢不丢脸啊 你们这些孩子 爸爸妈妈们 给你们面子不好意思讲 还有的爸爸妈妈自己都做不好 怎么教育你们啊 我就是会改的时候 好了 我已经给你加持到现在了 感受 我知道 还要做吗 还想去动快脑筋吗 不要 你跟我停止看 电脑上 所有这些东西 明白了 丢死人了 好了 好 好吗 好吗 感恩师父 师父保佑 保重身体 你自己好好 要好好忏悔的 好的 我习惯便理佛够吗 够了 记住了 你是 你是没跟人家做什么 自己 自己犯邪疑听不懂啊 嗯 对 你跟师父讲话我全 全看得到的 真的 你对不起 别恶心我了 头发没这么长 前面门上面还留着 一丝丝头发 全面那么把披着 你跟我 头发给我理理好 人要跟我站起来 人要干净 好 不许躺在床上 好的 好 好 你好 好 嗯 好